Hello 大家好 來到圓形幾何的第四部分 今次我們會探討一下有什麼答題技巧 在答這些圓形幾何的題目的時候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做這些幾何的題目的時候 一般的流程都是這樣 首先我們腦中已經裝著一大堆學過的定理 我們做的時候就會看著圓形 然後我們腦中就嘗試把圓形和腦中的定理做個配對 希望我們可以配對到某些東西 我們會知道這兩隻角是多少 再從而一步一步推進去做這些題目 基本上所有人都是這樣做的 但問題是我們學過關於圓形性質的定理 數目都不少 再加上有時 題目的圖形就很複雜 我們就很難配對到一些定理 我們會做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怎樣可以做得好一點點 其實我們要去觀察一下圖形有什麼特徵 因為某一些特徵就會對應某一些定理 當我們找到圖形有某一個特徵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定理的搜索範圍收細 我們可以集中想某幾個定理 這樣就會容易產生配對 從而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具體來說,有什麼特徵我們需要留意 我們一開始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就要把所有半徑都找出來 由於所有半徑的長度都一樣 在圖形上把所有半徑都找出來 然後就記下它的長度是一樣的 從而再找有沒有等U三巨型 因為只要你有多過一條半徑的話 就會產生等U三巨型 而等U三巨型對我們計算的時候有很大幫助 例如這個圖形 我們一開始就去找一些半徑出來 OB和OC就是半徑 這兩條線是一樣長的 應該要記下它是一樣長的 這一個OBC就是等U三角形 所以這隻OBC就是三十四度 從而很快就會找到X 第二點就是我們要去找直徑 大家都知道在圓形中 如果我們知道直徑的話 就會很容易產生直角 所以我們首先把所有直角都找出來 例如這個圖形 題目告訴我們BD是直徑 這樣就會有直角會產生 我們找回BD射到圓形中 即是D,C,B 這隻角整隻是直角 90度 我們就記下它 當你知道這隻是90度 很容易找到X的倒數 其實我們要去改變一下 我們平時做題目的習慣 一般學生都是這樣 題目叫做X 我們就立即看到圖形 在想X的東西 其實不應該這樣 無論它問什麼都好 不要理它 我們首先看著圖形 把所有半徑都找出來 其實我們不是想找半徑 我們是想找等U三角形 把所有等U三角形變形出來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直徑 因為有直徑很容易產生90度直角 把所有在圓形中的直角都找出來 把所有在圓形中的直角都找出來 這兩個步驟 是否應該先做了 不要理它問什麼 做了這兩個步驟 然後我們再去想X 這兩個步驟 很多時候都有用 當然未必100% 但是很大機會 你會用得著 第三點就是 我們要去數一下圓周上面 究竟有多少點 如果有四點或者以上 我們就要想一下這兩個定理 左手邊這個就是圓內接四邊形 即是side kick角 A和B相加是180度 而這一個就是蝴蝶 即是兩隻紅色和兩隻綠色的角 是相等的 你看到這兩個圖形 圓周上面都有四點 所以我們做完剛才的兩個步驟 就要數一下圓周上面有多少點 如果有四點或者以上 我們就要考慮這兩個定理 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不可以純粹看著題目的圖形 希望我們的腦袋可以配對定理出來 這樣實在太過被動了 我們要主動把這個定理 塞進題目的圖形 即是我們嘗試找這個蝴蝶 把這個定理放入題目 看看能否找到一個蝴蝶 找到的 這兩個紅色的角色就會一樣 這兩個綠色的角色就會一樣 又或者把這個定理放進去 嘗試把這個定理放進去 直接去找這兩個角色 找這兩個角色A和B 這兩個角色是180度 我們要這樣做才行 第四點就是tangent切線 其實相關的定理不是很多 只有這三個 究竟我們應該用哪一個定理去解決問題 其實我們可以從題目的圖形的特徵去猜測 如果圖形給了原心我們 我們可以考慮這一個定理 即是OT和這條切線是垂直的 90度 如果在同一個圓形上 多於一條切線 我們可以考慮這一個定理 即是PA和PB是一樣長的 如果這兩個都不是的話 應該是這個 即是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 即是交錯公形的圓周角 其實以上講的四點已經是最基本的 做任何圓形幾何的題目 我們都要去辨認一下 找到這些特徵出來 然後收窄定理的搜索範圍 甚至乎我們應該主動把定理 放進這個題目裡 想一下如何運用定理 會得到什麼結果出來 當然還有其他形形式式不同的技巧 我們下次會拿出一些舊市題題目 逐題逐題地看 如何把這四點運用在題目裡 以及其他不大小小的技巧 我們用到的時候 就逐題逐題地說 下次再見 拜拜